港福PSN9月二档会员游戏确定了 消息来自PlayStation HK的官微 9月19号可以正式下载 有俩值得关注的游戏 一个是尼尔人工生命升级版PS4的 这个不是尼尔机械纪元 没有2B小姐姐 9月送的这款叫人工生命 是2010年的PS3的游戏 后来在2021年做了PS4重置 这个小姐姐也很漂亮 据说也挺好玩的 特别是音乐很nice 值得一试 第二款十三机兵防卫圈 PS4的 它曾经是一款PS独占游戏 后来在2022年发布了NS版 目前只有这两个平台能玩到 被刺的同学请在评论区打个C 这是一款2019年的游戏 我当时玩过体验版 游戏类型属于AVG加SRG 我感觉对话有点多 但是我还挺喜欢里面的SRG的 战旗游戏 里面也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 游戏值得一试 还有几款比较有名的游戏 比如文明6PS400 这是一款全平台的游戏 也是2016年的 还有过山车之星 这有PS5有中文 星之海洋6PS500 星之海洋5PS400 魂斗罗2C联盟 开箱 奥丁领域 等等等等 各位觉得9月二档会员游戏 质量怎么样 对得起涨的这个价吗 我觉得和之前比半斤八两 好 说第二件事 最近直播的时候经常被问 PS5版的COD19 使用召唤19不能玩离线剧情模式了 提示没有单人游戏内容包 我在这统一回复一下 按正常讲 COD19的离线剧情模式是不需要联网的 我分析这个问题是和之前COD19大版本更新是有关系的 由于服务器是在国外网络可能不通 更新的时候被卡住了 而导致后面的单机部分的内容不能下载 我站目前一切正常 之前也被卡过更新 后来发现是网络问题用迅游加速盒解决的 针对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两个建议 一个是用手机热点试试 第二个用加速盒试试 第三 那就是继续等下次更新 可能就好了 我用的是迅游主机加速盒旗舰板 一般单机游戏和游戏下载是不需要加速器的 在线游戏和网络对战游戏加速器是必备的 即便是免费的在线游戏虽然不需要PS会员 但是也需要加速器 因为我们是在和国外玩家一起联机对战 这个加速盒支持PS5 PS4 Xbox Switch都可以用 微软的XGP游戏下载慢也可以用它来加速 比如微软的模拟飞行 100多个G亲测有效 最近预避的新游戏标普车神轰鸣盛典 完成新手教程后全程联网 没开加速是进不去的 也不能断网玩单机 最后一个事 那就是今天早晨 索尼PS开了一个游戏发布会 公布了几款新游戏的视频 我觉得最终幻养7和阿凡达最给力 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感谢观看